作品可以算是比賽,但是更多的也是歌手的一個展示 我知道 那麼想不想要通過參加這個節目的方式來增加 再回到更多人的視線中來增加自己的曝光度 這樣有沒有 如果有這樣的機會,自己有沒有這樣的打算 你剛剛我們訪問的時候有講過 我就是一個很順其自然 然後我不惜 不會刻意的做一個事 我順其自然 如果節目是以歌手跟作品 為價值點跟精神點 我剛好又有這個這樣的份量去參加 那我覺得是OK 因為畢竟一個很好的節目一定是要有音樂 要有背景 要有接下來的未來的東西的規劃 它對音樂有沒有幫助跟影響 那如果真的有的話 那我剛好我又可以在其中 我也是可以加分的話 我覺得我一定可以去做這個事情 那我覺得就看合適跟不合適而已 對啊,沒有說願意跟不願意 對啊 那有沒有覺得在自己現在這個位置上可以去叫一些年輕 比如說新的小的藝人去給他們一些鼓勵指導 現在小的藝人他們不會想說聽老人家講什麼說教 沒有啊,可以作為他們的導師之類的 市場很不一樣 然後你接觸的人現在的人的專業的素質有點不一樣 所以你身為一個新代的歌手 你必須要自己去學習成熟的面對你的人生 你的音樂人生是你自己的 所以別人怎麼講怎麼做你必須要有一個判斷 就像你必須要訓練你自己的耳朵 知道說什麼音樂是一個滿有素質的音樂 然後你要走怎麼樣的路才是屬於你自己的路 我覺得這個是必須要自己去學習跟決定 我當然是鼓勵大家就是可以盡量的充實自己 盡量在舞台上可以就是做更多新的嘗試 更踏實一點 更能夠停留更久的一些作品 我覺得這樣子就比較像張志成會做的東西 當然每個人有他的選擇 你可以做你自己的 因為我搞不好也是個非常主觀的人 說不定你聽我的搞不好你就像我一樣啊 就是很低調 我沒聽過生活很低調 其實剛才自己也說是一個比較喜歡嘗試的人 那麼有沒有考慮到嘗試去影視圈發展 演一個電視劇啊電影之類的這個方向 我有通過一些試鏡啊 通過一些就別人一直鼓勵我去啊什麼什麼的 其實我沒有很積極在做這件事情 因為我還是比較安分守己 就是喜歡在做音樂 我享受這個 那因為我覺得 我本來就不是個科班出身的音樂人 然後我在唱歌這個部分給的能量 已經是我要很努力很努力的去生活 去感受去用我後天的 跟後天的努力去彌補的 去彌補的 那如果演戲 我更外行 然後如果我 我不能忍受我自己就是 站在鏡頭面前 導演說OK 可是我知道我不OK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明白 就是演了以後 然後出去 自己也覺得不想看 我不是一個這樣子的人 因為像我看電影我喜歡 看那個演員 就是最合適演那個角色 他就是加分 那個劇本加分什麼加分 我覺得那個才是一個完整的作品 所以你問我要不去演電影的時候 我覺得 我好像沒有這個專業去演電影 除非有一個導演很欣賞張志誠 就是喜歡這樣的人 你想要 要我演這樣的東西 那我又演得很好 為那個電影加分 OK 我覺得OK 不然的話你要我去 我覺得怕浪費人家的資源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你知道就是 如果你沒有幫助 你去 真的會 你知道 會太 太 太浪費了 我覺得太浪費了 那感覺志誠哥其實面對音樂來講 或者其他的嘗試來講 都比較嚴謹 那這種嚴謹的話 可能會阻礙您去嘗試一些東西 這個會不會對未來的整個發展的話 會有所影響 就是說 我不願意去嘗試一些新的東西 剛才覺得自己覺得做不到100分 做不到加分就不去嘗試 那麼會不會對自己的意思 如果我今天要嘗試的話 我真的有心要做這個事情的話 我一定要先努力 我一定要先覺得我的分數很高了 我才會去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的意思是講 我不是因為說 喔 這個東西 我不嘗試 不是這樣子 是因為我覺得我的分數沒有到這 而且我沒有看到 這個東西對我有任何的未來 所以我就不會去 太過在意我會不會在別的領域發展 因為我覺得唱歌已經很夠 音樂目前來講已經很夠 已經很足夠讓我 有很多的發展 它有 即便人家覺得說 現在音樂已經不像以前那樣有影響力 可是我 對我來講 我還是覺得音樂對我來講很有影響力 我會去試圖地抓緊這一點 抓緊這一點 那以後更多的是看著個人的發展 還是以後可能 要幫助一些新人 或者怎麼樣 在整個樣的音樂圈裡有所發展 自己成為公司啊 包裝藝人啊 有沒有這方面的打算 好嚴肅喔 我自己 我還是這個歌姓 就是 我歷年來就是有很多人想說 要不要 老師 張正老師要不要叫我怎麼樣怎麼樣 要不要 不想說 你 你